Ruby 你的是什麼 我的嗎 應該是可愛的喔 你有抖音吧 我有在看 但我比較想看 就是人家拍照姿勢 那你應該會有一些新潮的吧 嗯... Push Come on Oh yeah 我想一下喔 我現在大家拍到很多站著拍 對 但是有些可以蹲著拍 蹲著拍 這眼神完全不一樣耶 哇 也太多 我覺得你應該是我的粉絲吧 對 因為你剛才這樣就我還不確定 那你剛才這樣 就確定了 就確定了 你要把你試試看 來 挑挑一個 因為你現在 我很 真的嗎 讓我看一下 好 好厲害喔 有吧 我現在說出來 你看 好很流行啊 我 這是什麼啦 這是什麼 性感嗎 不是 這是什麼 就是現在 就是一個小舞蹈嘛 就像真靈那樣 所以講真靈 你可能不要原地走 你怎麼變 這樣子比較快啊 那個秒數會放 你是說誰 你說誰比較快 你說誰比較快 你嗎 如果抖音要放的話 就是要這樣 OK 好 請回 下一組是 好的 黑色衣服跟藍色衣服的小姐姐 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 準備好了 你們的題目是 與曖昧對象初次合照 你們會擺出的姿勢 一 二 三 好久沒有曖昧了 好 好 真的 天啊 你等一下 你那個是有對象 這樣 抱著這樣 只是在曖昧耶 要不然就是這樣 你現在沒有 你知道 然後她可能就這樣 那就是什麼 就這樣 那個是愛心 我們看出來 好 給我 選黑色衣服小姐 記得舉手 請講原因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樣腿很長 然後也有點可愛 但 也不會太 太 太愛妝可愛 就是 可愛的應該怎麼啦 就是對她這個年紀 這樣恰到好處是不是 對 那 你選她的原因是 我覺得可能就是 也不用比什麼手勢 然後就是有一些 感覺有親密的感覺 感覺就是 曖昧的感覺 所以你覺得 比手勢很慫是不是 沒有 我不要這樣講 我是慫的 因為 後面那個就是 比手勢啊 就像拍什麼廣告 不然你就一定要這樣 對 為什麼的 對 藍色的我真的覺得 對 還沒 藍色的 藍色的舉手 三票 加班 你為什麼選她 感覺比較害羞 腼腆 好 愛奶對一下 可是妳不覺得她的 那個首次老派 不會 我也會忘記 我偷不夠 其實我是不知道學奶 就不太一籌是不是 就覺得很可愛 就偷偷 所以剛剛有人出來挑戰過了嗎 還沒 曖昧對象吧 LALA應該可以吧 我嗎 跟曖昧對象拍照的話 可是我們現在 因為妳剛剛自己很囂張的說 我是硬頭的 所以感覺妳應該是很厲害吧 我們現在都是 比如說前面有個鏡子 沒關係 出來拍 就是前面有個鏡子 然後就會拿著手機 然後扣在一起 然後大家都露半臉這樣 就是跟對方半臉半臉 然後一半用手機遮住 是說你們兩個要一起是不是 對 它就是一個手機 然後往前拍的時候 剛好可以擋住 我們兩個一人一半的臉 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子 我好曖昧喔 對 這個很韓戲 這個還滿厲害的 POPP來一個吧 我嗎 跟曖昧對象 如果我是妳的曖昧對象 不是 那什麼 就是如果 我覺得今天約會完 然後結果要回去了 你想說拍一張照 留念一下 妳會怎麼跟我拍 這麼拍喔 腳手機好了 這樣子 對 然後這樣 就是這樣 拍一下 然後可能就拍半臉就好了 也是要半臉 或是拍眼睛 就可能想後面是可能 背景很漂亮 很山之類的 就這樣拍高這樣 兩個有眼睛 對 都是眼睛而已 就像生蜜感 對 所以我現在很講 就神秘感的東西 對 我是不要讓大家知道 說對方是誰 對 就不要拍就好了一樣 她們是不是想說 妳真的曖昧 不想被知道 就是不要拍就好了 妳這是在鬧脾氣喔 對啊 妳這是阿姨在鬧脾氣 妳真的比布人家 在那邊發脾氣 對 你知道低調 好 所以現在分數評分出來是 Yes Sheila得到一分 甄霖一分 莎莉一分 And一分 你阿姨今天也沒得到分數耶 對啊 我都會什麼耶 態度我就拿出來 還是我要唱 你不要笑了 趴舞龜七是什麼 什麼又是什麼 然後我有點忘記 對 是一個抖音 然後他就是 其實就是 是不是因為看到 男朋友被帶走還是什麼 有一個 發生越南人男人什麼人 他 我怎麼會唱 你們也會喔 我那個是瘋狂 快點 妳跟眼睛人一起跳 快點 救我 快點 我知道你會 妳跟姊姊一起跳 快 而且不會讓他可愛一點 好 然後我不會唱耶 好 我唱 還是我不會唱 好 歸氣 這個菜式太老了 太老了 你是不是想要進來 我覺得他就出來了 你是不是想要進來 好 歸氣 對 你們是 我才會 對 我才會 他有歸氣 對 他是臉子瘋狂 他有甩劑的 好 就是怕沒有歸氣 就有序無悔啦 怕烏龜 怕烏龜 因為這個字 大家都不會唸 我發現跟年輕人 站在一起啊 你如果動作太大的話 就會很鮮老耶 真的喔 因為他們都是小小小的 可是他們還沒熟喔 好啦 不要擔心啦 接下來還有反駁的機會 好不好 到第二階段是搶答題 第一道題目 請問 抖音上普通用戶的影片 時常上限是多少 請搶 等一下 現在我會數三二一 好 三 二 一 好像是雅雅雅 好 是十五秒嗎 不是 不是 六十 不行 你不行 對不起 兩分鐘嗎 對 對 佩佩流行 佩佩年紀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自己有在玩 所以你是沒玩 然後硬拆是不是 沒回事有玩 但是因為我印象中 十五秒它是一個 然後之後才有六十秒 對不對 所以十五秒是早期 對 一開始 十五秒 十五秒都好幾年前了 對 妳要安排啊 對 這樣好了 我以為我有在用 第二道題目是 請從評審團提供的流行語中 挑選一個進行造句 然後以下就是有 SK YYDS 被阻 被阻還是被阻 被阻 然後群通還有曲觀 天啊 一 二 三 四 五 總共五個 隨便找一個造句 三 二 一 好 安 我要造那個YYDS 天啊 好 小S就是我心目中的YYDS 會用法正確嗎 正確 所以我會提示 我在演習中是什麼 永遠的神 好厲害喔 什麼你居然知道 你怎麼知道 上節目之前有做功課啦 認真 你剛剛是出力耶 沒有 這是認真的小孩 認真的表現 有用心對待這節目 有沒有 妳是不是考試 就考第一名的那一種 好 硬要強變又嫌老派了 完蛋了 完蛋了 好喔 還有其他人可以造句嗎 這也沒有 那我們再 你會 你 好 你要哪一個 曲觀 來 妳的文章我不喜歡 我取關 妳就要取關 是不是 曲就換錯了 妳居然知道 因為就很多人在留言啊 他很常被人家留言說 我要取關了 對 然後取關之後還繼續留言 他根本就沒有 他怎麼想棄妳 我就會回說 不是取關了嗎 妳也很無聊耶 那 曲頭髮 是不是 這通話嗎 這很簡單啊 所以你 你也贏了一個啊 曲頭 謝謝我可以贏他 好 剩下S 貝主是什麼 貝主 貝主咒嗎 沛貝也不知道嗎 在我貝主 貝主是什麼 所以貝主 你們有人知道嗎 你們也不知道 FB文章那個 被下降 Yes 貝主不打開概念 Correct 最後一個 有人可以用SK造句嗎 SK 猜不出來嗎 現在你們有人知道嗎 生日快樂 因為現在大家就 生日快樂就講 很簡單變成生快 然後這個鞋應該變SK 太短了 好懶惰喔 生日快樂很難嗎 所以就比如說 比如說剛剛是誰說加法 是後天要生日了 所以就說 SK 這樣妳就懂了嗎 好沒誠意喔 我剛剛說沒誠意 好可怕 因為還是覺得像 Happy Birthday 或是生日快樂吧 應該是For打字吧 因為打字很麻煩 有可能 又快又熱這樣 你們現在注音還會用嗎 會啊 你們都是用注音機 OK 注音也太淒慘了吧 也太慘了吧 下一個題目題 請答出這張民音梗圖 搭配的Slogan 在各平台都滿好 Slogan 我知道 我沒看過這個耶 看姐幫我們照數一下 好 三 二 一 舉手 好像是Sally 整天的 那個 那個 整天的 整天在忙這個 你是整天的嗎 對 整天 台語啦 就是整天在忙的 敷面膜嗎 不是 等一下 妳猜 這個是什麼東西 面膜啊 感覺是有人在敷面膜啊 對 不是 它是水母 它是一隻被斷頭的水母 對 它是水母 然後就這樣 所以好好的 然後那個人就把它摘起來 然後就斷頭了 他才剛出生什麼 然後他就是配音 配著 就是整天的這樣子 整天都 那妳是水母的新生是不是 對 然後有人去幫他OS這樣 就是整天都 沒事情 沒有幹嘛 我幫我摘起來 然後頭斷掉 整天的這樣子 對啊 為什麼他會有眼睛啊 就皮靠虛的 他就長出來了 然後水母怎麼會有眼睛 對 你自己好好感情 像你這一題 你怎麼為了摧著這一題 為什麼水母有眼睛嗎 他還有牙齒 你有沒有看到 還有嘴唇 他有像口紅嗎 那是嗎 那是什麼 好 來 那接下來要進行到第四題 請問 電視劇《魷魚遊戲中》 男主角李正載的糖餅 是什麼圖案 請 好 來 妳要幫我們倒數嗎 因為妳也想答 那我來 對啊 三 二 一 請下班 好 妳第一次想參與 給妳參與 星星 好 妳先等一下 妳的答案是 那個雨傘 最確答案是 雨傘 剛剛 被我們淘汰了 到底有沒有星星這個圖案 有 星星圖案 但是男主角抽到的是 比較複雜的雨傘 而且我幫我女人辦 哈羅映那個 對 沒關係 沒關係 只是答錯一題而已 我幫我女人辦 萬聖節派對 就是魷魚 遊戲為主題 然後我還去買了那個泵糖 妳不是有 我辦那個老爺爺 對 我那麼開心 我怎麼會猜錯啊 我的天啊 幾天 我猜到 我猜到 幾天 沒事啦 沒事啦 還有第五題 妳趕快有答對的機會 好 第五題的題目是 動漫鬼滅之願中 迷豆子 Let's go 一腳 為何總是咬著竹子呢 來 三 二 一 好 女生先 因為他會咬傷別人吧 好 這是妳的最終答案嗎 對 就這樣 所以他那個 把他震住他嘴巴 沒有嗎 講完了 我可以講得比較仔細一點 來 因為他被鬼咬了 所以他已經變鬼了 所以他如果不咬竹子的話 他就會是 咬別人 對 他就會咬別人 我們也算答對 來 更驚喜 但是藍色小姐姐答得 比較詳細 所以為什麼 我答對了嗎 妳答對了 那妳沒有算得分 下米亞基的分 好 下一題 下一道題目 請問 最近的流行語 本次彈大 是什麼意思呢 三 二 一 妳 妳最 最好是 還是妳被留言過 沒有 我就亂猜啊 妳說 本次彈大 本次彈大 就他現在彈很大 為什麼 什麼 就他現在彈很大 什麼 小六 再也不要講這些好話 就是 他們是我女兒耶 你覺得我今天會在妳面 他們面前問什麼 他們現在這個青少年的年紀 就是彈要長大的時候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問妳 十八歲是不是已經 就是停止成長了 還沒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那怎麼樣讓它變更大 沒有 沒有讓變 只能應該說 不要讓 不要讓它變小 還會變小 誰會變小 應該說我們本來就會 有一個大小 但是妳吃了某些東西 它就會 它就會長得沒那麼大 譬如說吃一些油脂類的東西 它就會變 譬如說鹽酥雞那些嗎 對 炸雞類的 那 對 因為那個裡面有 可是他們你們都超愛吃雞排吧 那就有可能 不是變小 不是說話我不講嗎 不是說話 不是說話 不是變小 是會之後長得沒那麼大 那 可是沒那麼大 OK 好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